在台大醫院的門診 張貼這個大家請看 非常大的公告 本院外科門診 從未建議病患前往大陸患肾 若有人借台大醫院移植小組之名 鼓勵病患前往大陸進行移植手術 請勿上當 我本來想說 這個最新貼出來的 可能是不是要切割 因為最近有關於柯文哲 是不是有帶病人去 中國從事器官移植工作 那是做切割 後來我這朋友又傳給我說 其實據他所知 2015年就有貼出這張公告了 那2015年那顯示有兩個意義 哪兩個意義呢 第一個意義就是 那個時候柯醫師已經當選柯市長 已經就任了 離開台大醫院 然後你看離開就貼這張公告 然後第二次不是 台大醫院你知道一直有這樣的事情 可是你根本沒有去查辦 沒有去杜絕這樣的事情 是不是如此 那再來就是說柯醫師也非常有趣 就是那時候你在看當年他的愛滋器捐的事情 有沒有你還記得搞錯的事情 然後如果看監察院的彈劾報告裡頭 看得出來他那個台大醫院的器官券目小組 是招人是柯醫師招的喔 給錢也是他弄的喔 盈虧自負喔 所以彈劾報告裡頭是講說 這裡面根本就是 老實說就是體制外啦 自負盈虧啦 那後來據我們所知是說 好像柯恩文哲一離開台大醫院以後 現在好像器官券目小組 又回歸成體制內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柯醫師你在的時候 這個就要搞體制外 你走了就變成體制內 然後你在的時候 這些事情沒公告 你走了以後 這些事情就有公告 這非常奇怪 好像說那個作者 屠殺那個作者什麼時候要來 我跟你講 問題是這樣 那柯文哲這邊放消息說 9月17號 但是作者 馬上在他自己的網上上面公布說 我聽到一個謠言說 我9月17號要來台灣 我要去洗我的頭髮 那你去請教一些英文很厲害的人 所以我洗我的頭髮 什麼叫我要去洗我的頭髮 什麼意思 這個其實很優雅的說 我很不爽的意思 就對於這種日期這種謠言 我非常不高興的意思 是這一句禮語 所以就說 可是他這樣很容易 如果他不來 他很容易被拆穿啊 9月17馬上就到了啊 9月17是柯文哲自己放的消息 對啊 對 所以大家在猜說 是不是到時候9月17號 格特曼不來 柯文哲又說 你看就是假新聞 他果然沒有來 是不是要來虛彰一招呢 這是我們要問的啦 那只是說 我覺得非常有趣的是 我剛剛有講嘛 吳一寧這個事情 有沒有可能是 他的鯊魚理論來的 他要轉移焦點 所以弄一個吳一寧這個事情過來 這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很奇怪 請大家注意觀察喔 吳祥輝去告他兩次了 第一次是誹謗罪 第二次殘害人群治罪條例 對 柯文哲都沒有去告 你沒有發現嗎 沒有 是不是 他沒有告吳祥輝 也沒有告作者嘛 都沒有 對 照道理說真的很嚴厲的指控嘛 你為什麼不告